哈喽大家好我是山下今天来舅妈家里就是塞一点这个粗一点的沙子啊洗干净了我们打算来炒这个烫皮吃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这种用沙子炒的这个烫皮啊 我总感觉这个用沙子炒的比较原汁原味一点刚好前两天不是做了这个烫皮吗 你确定要用沙子炒那是当然这是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用沙子炒好不好 用沙子炒能吃吗万一吃到沙子怎么办 不会吃到沙子啊都是粗沙呀这个沙子我都要洗的 用沙子炒出来才香是不是吧 我只吃过烫的没吃过沙子狗的 你只吃过煎的嘛你只吃过当的 我感觉煎的油气太大了 就这种炒出来的就比较香一点因为没有很大的油气嘛 可能是我不喜欢吃比较油的东西的原因吧 哎呀塞了这么多可以了 洗沙子去大浪掏沙看下能不能掏出精子来 这个沙洗的这么干干净净的 烫皮吃来的不好吗它不香吗 博哥可以你没发现吧就是那个有一种香肠 不是也是用石头烤的格外香吗 石头它肯定是烫嫩美味的一种好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子有的汗蒸汗有石头的是吧 这个是鞭石吧 我的这个沙子已经塞好了我要给大家变魔术了来 看一下我把它变细了 你看沙子晒的粉丝水骨了 哈哈哈我去查了妈妈是说要那个细的沙子 然后我记得了要粗的沙子 我把那个粗的沙子晒得好干净 结果回来一晒老妈子说你是想把锅都给砸了吗 用这个沙子好 结果我又晒了这个细的现在晒干了 等会一会就炒烫皮了 看一下这个烫皮我们也晒了一下 就是晒一下爆一下等会那个炒起来更大片 这个烫皮看起来就是颜色没有那么透亮透亮的 是因为它烧了一点那个柚子皮在里面会更香一点的 等会炒的事就知道了 先把这个沙子给收了 火呼不行啊火到上面烧起来的 这个不太好烧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豆子的这个苗没有那个松枝烤装 表哥又给吃爆豆花了啊 这个沙子呀我爸的话是说 一盆沙子可以用一代人 意思说这个沙子炒完了以后 一直可以用一直可以用的 我们家以前也有沙子 但是在那个老房子里面没有带过来 所以现在就弄到这个新沙 这个新沙也弄得干干净净的炒出的香 先把这个沙子炒热啊 炒三肚子生呀 提起来为妈这么解压的 这黄薯片炒好了好漂亮呀 金炭炭的 哎呀炒得刚刚好 这块就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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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个烫米已经炒好了 别看用沙子炒的 但是里面看一下 一点沙子都没有干干净净的 因为这个沙子洗过了嘛 我们最统统的这个炒这个烫米的方法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红薯干炒的也很漂亮哦 吃一块四十碗 来怎么能让你剥个呢 它脆脆脆的 嗯 像这种用沙子炒的它无盐 我就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好吃 嗯 还有点点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胖皮 嗯